1986年,世界首席南高音巴伐洛提 带着庞大的徐行队五访华 这次演出,由中国与意大利两国政府共同促成 是中国开放之后对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 当时的中国物资仍然很贵乏 巴伐洛提来中国的住宿条件和演出条件都不是太好 但在精神上,他就非常兴奋 在第一场独唱会之后 中国观众力久不须的掌声和喝彩声 令巴伐洛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情 他说自己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观众 每个人在欣赏歌剧时的喜悦都是这么慷慨、这么开放 没有沾染到私豪的牌外或妒忌色彩 之后巴伐洛提更获准在人民大会堂献唱 成为第一个在大会堂开唱的外国人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万人大会堂的辉煌场面和宏大气势 令他感到无比震撼 还说这是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 在访华期间 巴伐洛提还在天安门前面踩单车 在京剧场学唱戏 还与北京的青年人交流 这些活动 都令他为中华文化所折服 也促成了他之后多次积极来中国演出 为中国人打开了一线西方歌剧的窗户 对巴伐洛提本人而言 也是北京最美妙的经验之一 这一切都有赖开放政策的实施 推动中国积极和国际接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